仔细看 男人准备结账 却发现商店的收银员居然是自己的女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不习班吗 女孩有点懵圈 你是谁啊 关你什么事 什么 我是你爸 还装不认识我 两人吵了起来 这时老板来了 你们是同学吗 男人表示这是我的家事 我是他爸爸 你这个疯子还敢骂我 你就这么对自己爸爸说话吗 说着叫拉女孩去外面 便利店的老板阻止 男人气冲中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 看到玻璃里的自己 居然变成了18岁的样子 他不敢相信 跑了出去 对着门口的汽车玻璃又召了起来 我50多岁的老脸 怎么年轻了这么多 这时车玻璃摇了下来 场面十分的尴尬 男子又回去 商店已经锁住了门 好痛 这不是梦啊 你等着 我解决了这张脸 再来找你 男人去了好友卷毛家 表明自己是大婴 卷毛真是不信 拿出高中时的照片 卷毛才勉强相信 第二天 卷毛以大婴父亲的身份 帮他办理了入学 50岁的大叔 忽然变成18岁 他从返学校 班主任让大婴进来 刚做完自我介绍 是你 你这个疯子 原来 大婴和女儿施雅 是一个班的 老是让施雅做好 对新同学要友善 大婴入座 看着旁边的男同学 好久不见你 长大了不少啊 这个男生 小学就是女儿的同学 他一联盟 我认识你吗 这 我们是一个小学的 好吧 以后互相帮助 正在上课 大婴的手机抢了 是妻子来电 他起身 就要去外面接电话 老师很意外 大喊 哎 同学 你要去干嘛 正在上课呢 这么随便 大婴回答 我要去WC 说着就鞠了个躬 转身就走 老师竟然无力反驳 同学们都佩服大婴 说走就走 太牛了 妻子让大婴 尽快决定离婚的日期 大婴只能找借口 在外地出差 大婴走进厕所 听到有人求救 打开门一看 天哪 居然是自己的儿子 小婴 谁把你锁在厕所的 我问你 是谁干的 小婴很无语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 大婴表示 自己是转学生 到底是谁欺负你 儿子让他别打听 小心惹上麻烦 孩子被欺负 大婴当然不能善把甘休 他跟着儿子来到食堂 就在这时 小婴走了进来 就是他把小婴坐在厕所的 小婴多嚣张 来食堂 都带着一群小弟 小婴让大婴赶紧低头 大婴转身 看来就是这个小子 小婴走到小婴旁边 竟然拿篮球砸小婴的头 小婴不敢反抗 小婴临走 还不忘嘲讽 就你这样的 还有朋友 大婴当时就怒了 敢在我的面前 欺负我儿子 喂 顿时所有的目光 聚集在大婴身上 大婴招手 你 给我过来 小婴不信一过 把篮球砸向大婴 小婴惊了 但还是保持镇定 把球还给我 小婴害怕的抱着头 样子非常怂 大家都看到了 大婴表示 在我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 毛都没有长期的小屁孩 这有个众人哄堂大笑 小婴怒了 在学校 只有我欺负别人得分 还没人敢这么对我 眼看就要动手 教导主人及时赶来 两人的梁子 就此结下 心情愈眉的大婴 想来教学楼后面 抽根烟 发现这里 还有个女孩 等她转过身来 居然是自己的女儿 大婴知道自己的话 施雅肯定不听 只能让教导主人教育了 主人拿起左边的夹子 就往施雅头上打 怎么能小小的年纪就抽烟 说着又往头上来了一下 大婴受不了了 敢打我的宝贝女儿 我都舍不得打 准备打第三下的时候 大婴及时握住主人的手腕 婴皮笑脸反过来 和教导主人讲大道理 教导主人表示赞同 随后将班主任 叫来他们俩的家长 大婴的妻子 看见眼前的学生 怎么这么像自己老公 忍不住上手 对着脸一顿输出 你也太像了 班主任及时阻止 不可以对学生这样 卷毛跟篮球场 说这是我的儿子 大婴这才勉强互动过去 满自习后 大婴看着小爸 尾随儿子 赶紧跟在儿子身后 小婴察觉到小爸跟踪 脚步就变快了 转弯后看见 小爸没有跟过来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走到篮球场 大婴看着儿子 这么扎实的篮球基本功 内心在想 我这么优秀的基因 狼也挡不住啊 第二天 大婴在走廊 看见小爸 故意往小婴的身上撞 他和儿子说 不能一味忍让 有的家必须去打 大婴走进了小爸的班 和我决一胜负吧 小爸笑了 我长这么大 还没听过这么好笑的话 两人决定 用篮球对决 因为小爸呢 是篮球队的 立刻转遍整个学校 所有人都来操场看 小爸和转校生的对决 如果你赢了 我就再不动胡思语 如果我赢 你就得被我揍一顿 还不能还手 大婴说可以 但我赢了 你以后就不能欺负小婴 小爸也同意 他心想 我的篮球技术 比鹰姆花到还牛 怎么可能会输 同学们都觉得 大婴一定是疯了 比什么不好 偏要比小爸最厉害的篮球 这是一场 轰动全校的2v2比赛 大婴和小婴父子一队 小爸和手下一队 比赛正式开始 小爸截胡了大婴的球 三不上篮 直接得分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你们这群小女生 还不得迷死我 小爸和手下配合默契 已经连赢4分 大婴拍了拍儿子肩膀 别怕就像平常一样 大婴虚晃了一枪 照顾小爸 转身上篮 追回2分 小爸挡在大婴前面 没想到 大婴直接上篮 球近了 同学们在场外欢呼 大婴好帅 施雅也露出了笑容 大婴向左跨步 假装投篮 趁机把球 从身后传给了儿子 小婴接球后 毫不犹豫 直接投篮 成功反超小爸 大婴搂住儿子肩膀 干得漂亮 小婴成功找回状态 小爸呢 默默咬着后槽牙 什么情况 我猜是小篮球队的 此时 小婴就像开了外挂 浑身都是能量 她使出魔鬼步伐 躲过小爸的篮节 把球传给了大婴 大婴空中起跳投篮 到了最后时刻 双方不断地变化站位 大婴控球 背对小爸手下 假装往左路进攻 趁机在右边 把球给了儿子 此时 后边没有防守 小婴振逼一挥 成功进球 赢了 大婴欣慰地看着小婴 我的儿子就是优秀 小爸输了球 准备离开 被大婴拦住 自己中的果 自己吃 男人不守承诺 可是很丢人的 小爸只能低头答应 那么大家要问 为什么大婴的篮球 这么厉害呢 大婴年轻时 也是小篮球队的 他的技术当时 打变高校无对手 可惜他后来退隐江湖 长大后 成了一名修理电器的工人 有一天 他给一个老人修录音机 老人夸奖大婴 修理的技术好 大婴却感叹 再好也没用 修复不了自己不甘的人生 而老人决定 给他一个机会 大婴在篮球场 投进一个篮球 然后就变成了18岁 大婴在学校 主线是保护自己的儿女 副现在是上学读书 结果这天晚上就出事了 千万表大晚上出门 施雅一个人 走在漆黑的巷子里 听到身后 传来奇怪的声音 转头看 没有异常 刚走两步 就看见男人的脚 再往上看 是警局正在抓的通缉犯 他专门打劫漂亮的女孩 强行开车后就杀掉 通缉犯盯着施雅看 还露出诡异的笑容 施雅害怕了 转身就跑 通缉犯一个剑步冲过去 锁住施雅的脖子 捂住他的嘴 施雅一招金刚脚 左手翻弯通缉犯的手指 右胳膊紧急着梁急闷走 然后反手把通缉犯 摔在地上 你竟然敢惹我 可恶 今天碰到我是你倒霉 原来施雅呢 学过女子防针术 就连教练都说她是个天才 通缉犯不讲武德 眼瞅着这手空拳打不过 居然刀出刀子 施雅连连后退 只能摘下书包挡住 通缉犯看到施雅 嚣张的笑了 关键时刻 施雅看见书包上的警报器 一把扯下 趁通缉犯环顾四周 抓紧往亮的地方跑 就在通缉犯 马上抓到施雅的时候 大英及时赶到 通缉犯被穿飞在地 刀子也掉了 大英反手制服了通缉犯 抬头一看 居然是自己的女儿施雅 大英更加愤怒 马上就要把通缉犯的胳膊压断 通缉犯被带回了警局 警察却没当回事 以为是普通的骚扰案 通缉犯的智商很高 说自己才是受害者 大英和妻子听到这话 直接怒了 上前就对通缉犯 进行混合双胆 赶来的施雅的奶奶 也加入战斗 警察见状也不拦着 这种垃圾就钱收拾 大家感谢大英保护了施雅 这时大英的假爸爸 卷毛也来了 大英的妻子 对大英和施雅说 要么这样 你俩毕业后就结婚吧 大英该怎么办呢 本片完 本片叫 再次18岁 本期问题 如果能回到小时候 你想回到多少岁呢 发到评论区哦 博乐想回到小学 比柯南大几年级都行 那时候 真的是无忧无虑 也跟柯南的侦探队一样 跟小伙伴各种冒险 本片好看 推荐看原片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博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